在菲律宾非法侵占的南沙群岛之翼的中叶岛附近,聚集了44艘中国船只,包括了搭载导弹的解放军海军56型轻型护卫舰,还有采用隐身炮塔设计的海警5203舰。 护卫舰和海警舰现在逼近中叶岛四海里内,将该岛纳入主炮射程,此外更为宏大的事,还有42艘大小民舰渔船,在中叶岛两侧聚集,停泊。 从术语上说,44艘中国舰船已将中叶岛包围。中叶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,长期有蒋介石军队驻守。 据说在1971年4月18日,台湾方面将中叶岛上的驻军全部撤至太平岛,以躲避台风,台风过后,驻军被调回台湾岛内。原计划在调派新部队去驻守。 但这客观上给菲律宾留下几个月空创期。1971年7月19日,菲律宾派兵侵占了暂时无人驻守的中叶岛。 中叶岛是中国南沙群岛中的第二大自然岛。菲律宾在该岛大量驻军,并大量移民。 甚至还非法修建了机场跑道和学校等公共设施。试图以实质性地占领。 然后名正言顺纳入所谓菲律宾领土版图。 之所以说中叶岛是中国固有领土。因为它在古代称铁制岛,扼住铁制水道之西。面积约0.33平方公里。 我们之前说过,美国和菲律宾已完成协议。将在菲律宾的9个军事基地上,长期驻军和存放军火弹药。 其中一处就位于菲西的巴拉旺岛。中国的中叶岛跟菲律宾的巴拉旺岛隔海遥望。 菲总统小马克思,今年1月,率庞大商业代表团访华。 中非还发了联合声明。但与此同时,菲律宾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,开始与美国走得热络。 明确为美军干预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事,提供平台。 小国寡信,一脚两船。 很明显中非关系正在承受考验。 现在南海的情况异常复杂。 南沙群岛岛礁中,外国侵占南沙群岛一共44个。 越南非法侵占了29个,马来西亚非法侵占了6个。 菲律宾非法侵占了8个,文莱也侵占了南通礁。 菲律宾在中叶岛修建机场,跑道长度1500米。 中国现在在南沙群岛已拥有三大机场。 主壁岛、永蜀岛和美纪三大机场成品自行保护南沙。 中国在西沙群岛修建的永兴岛机场飞机跑道长度为3200米。 可以起降歼16这种大型战斗机。 之前几年,中国以吹田造岛技术,正在不断扩大在南海的控制力。 从现在我们以44条舰船,猥琐不到半平方公里的中叶岛看来。 下一步动作肯定更大。 不过我要重点说的,是我们的这种办法。 44条军舰、民船,一起把你围起来。 不动口也不动手,就是围死你锁死你。 这就是中国军事实力和总体实力的强大显示。 如此下去,那些被侵占的岛礁一一都会回来。 相信中叶岛的是一定还会有后续。 我们接着等看好戏吧。 说到这里,又想到另一件事。 就在几天前,自2月28日上午六时起,至3月1日上午六时止,在台湾之西南空域,共计出现了19架次的解放军兼实战机。 这天,中美两国军机,在此空域,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对峙。 2月28日晚上,美军三架B-52战略轰炸机,带实弹,从关岛安德森基地起飞。 试图穿航台湾海峡,为了避免被提前发现和拦截。 他们故意绕到西南巴士海峡,先营造出一种飞往南海方向的假象。 在飞到巴士海峡后,两架突然北上,直奔台海。 不过这时我解放军已经在巴士海峡上空,部署了大批兼实战斗机,除了19架次兼实战机外。 还有六架次其他机型,和三艘军舰,在附近海空域提供支援。 按台湾岛内媒体说法,B-52战略轰炸机到台湾海峡挑衅,这是首次。 而三架B-52战略轰炸机的身后,还跟着三架美军加油机,如此解放军19架坚实战机, 就把美军三架战略轰炸机和三架加油机,死死地顶在台湾海峡之外。 从攻击性上对比,是19比6。 你代弹我也代弹,你真敢进我就真敢打。 至少是三架打一架,所以不久后,美国飞机只能放弃穿飞台海,转飞西南。 19架坚实战机,与三架战略轰炸机,和三架加油机。 在2月28号的这一段激烈对峙,解放军还没有发布消息。 有意思的是,美军也没有主动发布消息。 中国不发布消息很正常,因为我们向来就是只做不说。 美国却罕见的没有主动发布消息。 估计是真的碰上了硬查子,不但没有显示出武力。 还被19架歼10战机声声折掉了面子。 这时候我就想问,解放军现在为了台海作战,到底准备了多少飞机? 这回上天的只是尖10战机。 我们其实还有尖16和尖20战机,还有轰6。 所以,从这么一条至今并不被官方证实的新闻可见。 在大陆的东南方向,这个看似危险最大的区域。 办法也一样,美国人赶来。 中国就用最密集的武器布局,围死你、锁死你。 用3比1、6比1的优势负压死你。 美国的兰德智库,曾对中国军力进行了一次模拟兵推。 假如中美未来一旦发生摩擦。 双方在不动用核武器情况下,按照兰德的分析来看。 中国现役导弹储备大约有5000枚左右。 在北斗的配合下,这些导弹足以对入侵的美军战机。 战舰造成重创。 但是怎么造成重创的呢? 2015年12月31日,解放军火箭军部队正式成立。 我们的导弹旅就从原来的单一打击模式,变成了近中原三个层级。 甚至在对空、对地、对海打击上,也构建出一个立体攻防网络。 密密麻麻,风雨不透,水泄不通。 从我们近海一直排到了第一岛链之外,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立体导弹网。 真正打起来,谁尽网谁死。 刚刚两会上,政府工作报告出炉。 2023年,中国的军费开支增加了7.1%。 增幅比2021年上调0.1%。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。 若按美元计其实还不如2022年高。 中国现在和接下来,面临着怎样的一种战略威胁。 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。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、最和平的国家。 老百姓安居乐业,但是这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的。 我前面介绍了中非中叶岛的对峙。 中美空军在台湾海峡外援19比6的对抗。 还有火箭军部队面向西太平洋,构建起的那个立体攻防网络。 这些潜伏在我们和平生活深厚的真相,真是太值得想象一下了。 大家可以闭着眼睛想象一下,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国泰民安、安居乐业了。 所以跟大家说句心里话。 第一,中国人尽可无鱼的。 我们正在被强大的武力层层保护。 第二,要抓紧时间工作,努力生产。 必须建设起更强大的国家。 否则今天的一切安全其实也都是非常脆弱的。 第三,我们可以在南海上做一些更为主动的事情。 更加强大的防护。 这一次恐怕不是造岛那么简单了。 毕竟美国希望在这里开辟自己的战场。 而我们用和平的造岛行为肯定是难以应对的。 南海的水已经沸腾,该下的饺子也要尽快了。